商研院最新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预测指出 原先去年第四季商业服务业表现不错 无奈今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虽催化了部分网路虚拟交易 外送平台及服务商机 但体质仍差的商业服务业受创甚深 连先前表现好的投资相关指标 上升速度也有放缓 整体来说景气循环领先及同行指标 在首季加速下滑 下半年恐有衰退危机 一整个景气指标在服务业上面 可能在下半年会步入衰退区 就是以标准差来讲 就是负的基金1.5这个Sigma 我们也看到说在2008那一次的金融海啸里面 我们这个系统的景气循环趋势的变动值来讲 它偏离了一个长期趋势 调到这个超过负的1.5个Sigma以上 就是已经进入萧条了 所以我们有在下半年有这个衰退的危机 商业院董事长许天才认为 明年景气势必可以复苏 能否提早到今年下半年则要看努力程度 而台湾防疫有成 经济活动渴望逐步恢复 虽然外界期待下半年有V型反弹 但他不敢期待 那这一次因为这个严重性比较高 它这个渗透影响的层面比较广 扩散的很广 所以V型复苏我们不敢期待 但是这个U应该是一个小U而不是大U 许天才表示 短期内政府透过振兴三倍券等措施 鼓励消费 国人如能踊跃消费 应可发挥正面效果 中长期而言 各项投资需加速启动 且政府这段时间要求金融业 配合企业经济发展需求 国会在预算面也力挺经济 他认为此刻虽是最坏的时代 但也是最好的时代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谢嘉欣采访报道 谢嘉欣采访报道